我用石头砸碎车窗 救了家车坠河的舅舅 可舅舅却怪我在砸车窗时 不小心刮坏了他的车身 要我家赔上他20万的修车费 外婆更是语出惊人 打开车门就能逃的事 谁让你手剑砸车窗了 我看你家就该赔一辆新车给你舅舅 我妈当场回对舅舅 要没真真救你 等你淹死了 别说20万 烧几百辆车给你都行 索赔遭拒 舅舅恼羞成怒开着货车 将我一家连人带车撞进了河里 不赔 那我就让你们也尝尝车 被人弄坏了的滋味 父母惨死 我在医院急救 可外婆却把我的救命钱都给了舅舅 你父母就算死了 该赔的车还是得赔 我在病床上寒喝了中时 舅舅在4S店里洗涤了新车 再睁眼 面对河中急速下沉的车 这次我倒要看看 昏迷的舅舅要怎么打开车门逃生 我被舅舅驾车坠河的巨响给唤醒了 一睁眼 就看见车冲到了河中央 河水以惊人的速度 吞噬着舅舅的车身 车厢内渗入的水 也在请客间淹没了大半的座椅 可即使腿都泡进了水里 驾驶位上的舅舅 却还是趴在安全气囊上 轮丝不动 若无营救 昏迷的舅舅将会在5分钟内 和车一起沉入河底 上一世见此情况 我想也没想 就在桥上捡起石头 朝着落水车的车窗砸去 只因我知道 车辆一旦落水 车窗和车门都会无法打开 想要逃生 必须在第一时间打碎车窗 可是没想到 就是这尝试性的举动 却为我一家三口 带来了灭顶之灾 舅舅在通过我砸碎的车窗 成功逃生后 却一句感谢的话都没说 反而怪我在砸车窗时没有瞄准 在他车身上 留下了三个硬币大小的浅坑 我跟他解释 是车在河里一直飘动 自己才会不小心砸到车身 可他就是不依不饶 还向我父母索要修车费 我这刚提的宝马车 就被你女儿给砸了 亲兄弟名算账 你们得赔我二十万才行 我父母说这是舅舅恩将仇报 可舅舅却觉得没有我 他也能获救 那么多逃生办法 谁说一定要从车窗逃了 说不定别人救我 连车窗都不需要砸 骗你女儿非要自作聪明 毁了我的车窗 害得我还要多花一万块修车窗 我都够人至意尽了 要不然这车窗的钱 你们也得赔我 听说修车窗 还要舅舅多花钱 外婆责骂起我 你这死丫头就是手剑 打开车门就能逃的事 谁让你砸车了 接着外婆就要求我妈 赔上舅舅一辆新车 你弟弟好好一个车 被你女儿砸得千疮百孔 你要是敢不赔 我以后就当没有你这个孩子 以往母亲对舅舅和外婆 都是有求必应 但这次看着 越来越狮子大口的二人 母亲幡然醒悟 坚定地拒绝了赔偿 珍珍她没有做错任何事 我们更不会为此赔一分钱 索赔遭拒 舅舅便把大门一锁 打算动手抢钱 这行为彻底激怒了我爸妈 于是他们警告舅舅 再不放我们走 他们就报警举报 舅舅是醉酒家车坠河 还会上诉让舅舅归还这些年 从我家里借走的十几万人 见爸妈搬出警察 舅舅才不情愿地放我们离开 可我们刚驱车到附近的桥上 舅舅就又开着货车追来了上来 将我家车顶翻进了河里 不赔钱可以 那我就让你们也尝尝车 被人弄坏了的滋味 父母当场溺亡 而我则脑损伤严重 被送入了ICU急救 得知消息 父母的朋友和公司 都紧急送了钱到医院来 外婆答应了他们 一定会全力救治我 转头就签了放弃抢救同意书 他将钱都给了舅舅买车 还将我父母火化 并对外谎称我父母是醉酒家车坠河 我在病床上痛苦万分时 外婆还在一旁安慰着舅舅 别自责了 他们的死跟你没关系 这要怪就怪他们作孽太多 你看 同样是开车坠河 你就好好的一点事没有 他们一家却死了干净 这不是报应是什么 好一个报应 想到此 我紧紧地攥起了拳头 希望这一世外婆 在看到舅舅的尸体时 还能轻飘飘地说一句 是报应吧 汽车坠河的巨响 自然也引起了村民的注意 可直到过去了快一分钟 才有人颤巍巍地走到了河边 随即响起了几个苍老的声音 我没听错吧 好像是有车落水了 让我把老花镜带上看看 哎哟 还真是有辆车 得打电话报警 嗯 我手机放哪去了 看到老头老太太们 一个个慢悠悠的身上 找起了手机 我差点笑出了声 上一世舅舅在岸上醒来时 警察和消防队都赶到了 他才会以为 有很多人能够营救自己 殊不知 上一世之所以会轮到我一个小孩 砸车窗救他 就是因为第一时间赶到河边的人 都是老人和还在穿着开裆裤的儿童 外婆所住的村子 青壮年几乎都去了外地打工 村子里遍地都是留守在家的老年人和小孩 这些人数虽多 但基本都没有营救舅舅的能力 看着河边的老年和小孩 逐渐越聚越多 我眯着眼睛 看仔细地盯着人群 很快我所期待的那个人就出现了 外婆在一众老太太中 身姿矫健地挤到了最前面 她伸长了脖子 朝着河中央的望去 我也赶忙竖起耳朵 等待着外婆的反应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 外婆在看清河里的车后 竟插着腰笑出了声 哈哈 真是活该 敢在村里开快车 淹死你个王八蛋 这小傻了 围观的人也傻了 人杰他娘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这车里的人跟你有仇啊 对呀 你认识这辆车吗 见附近的村民都不认得河里的车 我立刻想起来 舅舅上一试一直在说 这是他新提的宝马车 当时我以为是他刚买不久 但现在来看 这就是舅舅第一次开这辆车毁存 以至于连外婆整个亲妈都不知道 河里的是自己儿子的车 外婆愤愤地跟村民们说 不认识 但这个车刚刚在路上差点撞到我 要不是我躲得快 现在都没命在这里跟你们说话了 外婆指着身上 你们看看 为了躲她 我还在地上滚了一圈 衣服都给弄成什么样了 外婆出门时穿的是 我妈今天带回来的新衣服 那本是见浅蓝色的外衫 如今沾满了泥土 乍一看都有点像是棕色的了 看着外婆的衣服 我一拍脑袋 想起了另一件事 上一世舅舅在清醒后 还曾说过 自己要去找一个 蓝衣服的老太太算账 她说自己之所以会开车坠河 全怪那个老太太 在她要经过时 忽然窜到她车前面 将她吓得慌了神 才将车开进了河里 没想到啊 真是没想到 原来舅舅差点撞到人 就是外婆 我上一世光顾着救人 竟将岸边的好戏都给错过了 越来越好奇 当外婆看到车里的人 是舅舅时会是何表情了 不知为何 听说了外婆差点被车撞 这样的大的事 围观的老人 却没有一个人回应她 一晃时间又过去了一分多钟 周围的小孩跑了一大圈 才终于叫出来了两个中年人 他们一看到河里有车 就立马讨论着该如何施救 还询问老人们 报警电话打了吗 110 112 119都要打了 快拍照 发到村群里 让大家认一认 这到底是谁家的车 快叫他们家里人来 你们谁家有衬手的东西 我们待会儿得把车窗先砸了 看到有人指挥 老人们这才有了主心骨 纷纷配合起来 拍照的拍照 打电话的打电话 还有几人拄着拐杖 回家翻箱倒柜 看到村民们把自己当空气 却对别人的话俸若甚至 外婆十分不爽的 找起存在感来 看给把你们急的 待会儿尸体捞上了 再让他家里人来认也不迟啊 外婆平日嘴就毒 这回更是因为差点被撞到 而开启了诅咒模式 人结他娘 这人还没死呢 你可嘴上积点得吧 对啊对啊 这都过去旧呢 外婆来劲了 跟众人辩论起来 照他这样子开车 就算今天不淹死 迟早也会再出事 他这次是没撞到我 万一以后撞到别人呢 你们这不成救人杀人犯吗 不知道别人听了这话 是什么感觉 反正我听了后辈直冒冷汗 不过现在村民 都比我这个看客要忙多了 他们根本没空跟外婆辩论 那两个中年人 已经拖得金光 跳进了水里 老人们也拿着找好的东西 递给他们 你们看这个杂车窗行步 这是游泳圈 你们带上 安全点 在繁忙的人群 只有外婆和我一样显 他一屁股坐在了 岸边的石凳上 翘着二郎腿 对着下水的人 泼起了冷水 哟 你们可真不怕死啊 这条河里淹死过那么多人 你们也敢下水 就不怕下去人没救着 还被抓了交替了 这句话 让后来的几个 想下水帮忙的初中生 也有了几分犹豫 毕竟这条河 河流湍急 有时还会有漩涡 人一卷进去 就不出来了 而且现在正是农历七月 抓交替一词一出 迷信的老人们 更是不舍得 自己的孙儿下河了 走走走 回家去 这不是你能下去救的事 见到外婆搅和的 都有人不敢去救了 村东头的李奶奶忍不住了 你别说了行不行 这是一条人命啊 难道就眼睁睁的 看着她淹死吗 你家人杰平常也开车呀 万一遇见这事了 你就希望大家都见死不救吗 听了这话 外婆急得一蹦三尺高 冲上去就拽住了 李奶奶的头发 老太婆 你敢咒我家人杰淹死 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丢河里 那李奶奶的儿子 就是刚刚入水的中年人之一 她本来都又出两米了 听见背后传来喊叫 一回头 看见外婆耗着自己母亲往水里推 只得又紧急掉头回了岸上 看到下水的人又上了岸 本来还有打算下水的人 又都停下了手里动作 怎么了 水里有什么东西吗 这一下 大家救人的气又泄下去不少 本来众志成成救人时 平德就是一股气 才能让人团结写作 上一世 我在桥上丢石头 岸边的人也都见到了 那时就有很多人为我打气 喊叫和加油声混杂在一起 拥有极其鼓舞人心的力量 当人们看到一个小孩 都为了救人如此努力时 作为大人更是不甘落后 才都全神贯注地 朝着舅舅的车游去 特别是在看到我砸碎车窗 舅舅也从昏迷中惊醒 从而逃出车内后 他们更是加速游到车边 接住了不会游泳的舅舅 毕竟当一个先活的生命 在你眼前需要帮助时 你根本就难有时间犹豫 但此刻没有我砸车窗的带动 再加上外婆散播恐慌 舅舅更是怕在车里一动不动 很多人都打起了退堂鼓 我看这个人好像已经死了 要不然咱被过去了吧 还有人害怕地说 河里有个黑影 见词场面 我都想给外婆鼓掌了 本来我都已经在计划 若是这些人真有的快了 我要做些什么阻止他们 但现在来看 舅舅仅剩的那辆活路 都被外婆给堵了个七七八八了 再低头一看 那辆宝马车里的水 已经漫到了舅舅的腰部 整个车子 大半的车头也都扎进了水里 车尾越翘越高 都有点像泰坦尼克号 沉船时的船尾了 可爱上外婆还浑然不觉 自己的儿子就要先试 仍在那与人battle 手指都戳到了 李奶奶的儿子的脸上了 你敢动我一个手指试试 等我家人节来了 还不收拾死你 舅舅在村里没事就偷鸡豆狗 属于那种不吓人 但一旦惹上了 就很烦人的混混 所以听到舅舅的名字时 李奶奶还是有点害怕了 可他还没来急 拉着自己的儿子后退 就忽然被一个小孩 下黑手推了一把 整人跌坐在了地上 哼 老太婆 你敢跟我奶奶吵架 等会儿我爸爸来了 开着大宝马撞死你 小黑手的主人 是我舅舅的儿子李浩天 他推完李奶奶 一溜烟似的 窜到了外婆身后 外婆看见孙子眼睛一亮 乖孙 你刚刚说啥 你爸开着什么回来了 李浩天骄傲的大声说 宝马 奶奶 我爸打电话说 他开着宝马在村里找你呢 要把你接上 坐着宝马去兜风呢 外婆大喜过望 死老婆子 你还骤我儿子出事呢 没想到吧 我儿子开上宝马了 嫉妒吧 眼红吧 你跟你的废物儿子 这辈子都坐不上宝马 外婆说吧 潇洒地拉上了李浩天 走乖孙 去路那边等你爸爸 咱离这些人远点 省得了沾了晦气 另一边 河里唯一还在水里的 那个中年人游到车附近 比较近距离地 看清了车的样貌后 那人对着岸上大喊 这是辆宝马X1 岸边的人议论 宝马 没听说咱村里 谁家有宝马呀 有人小声地提醒道 刚刚郭老太的孙子 不是说他爸爸 开了辆宝马回来吗 听见这话 外婆本来要离开的身形一顿 舅舅的儿子李浩天 也发觉了不对 奶奶 爸爸不接电话了 李浩天抱着手机 左右滑拉着 忽然他像是看到 什么恐怖的东西 双手一松 手机啪一下掉在了地上 手机屏幕咔嚓一声碎了 但一向爱惜手机的李浩天 却还是定在哪里 一动不动 只是嘴里重复地叫着 奶奶 奶奶 宝马车 宝马车 爸爸的宝马车 奶奶扣住了李浩天的双肩 乖孙 你这是怎么了 李浩天磕巴地说着 手机上爸爸的车 跟河里的一样 纹生外婆像鹰抓一样 迅速地捡起了地上的手机 上面赫然显示着 舅舅最新的朋友圈 那是一个配文为 新车上路 顺风顺水的九宫阁朋友圈 照片上面从八个不同角度地 拍摄了那辆宝马X1的样子 最中央是舅舅和宝马车的合照 外婆翻看着宝马车的图片 手越看越陡 在外婆待看时 李浩天朝着河的方向猛跑了两步 中途被石头绊倒一下 跪在了地上 再抬头 他已是满脸的泪水 爸爸 你快起来啊 爸爸 下一刻 我连个影都没看到 只听见扑通一声 再睁眼 外婆就在河里了 外婆拼扑通着浑浊的河水 声嘶力竭地叫着 儿啊 我的儿啊 哎呀 见此周围的老人 只得指挥自己的孙子 快下水去拉住外婆 有两个年纪大些的黄毛 只得不情不愿地 跳入水中 拽住了外婆 老人们也在岸上劝着 别别 你一把年纪了 游不过去的 可外婆却甩了小黄毛 一人一个巴掌 你们拉我干嘛 去救儿子 你们都比我这个老婆子有劲 你们去救人啊 说着外婆 还把被打猛的黄毛 往深水区推了一把 傻站着干嘛 你们要是见死不救 到时候精英曹地府 会被下游锅的 近暗的地方本来就滑 被外婆这么一推 两个小黄毛 搜一下都滑了进了深水区 一个黄毛很明显不会水 脚一触不到底 身子在水里一尘一浮的 马上就呛好几口水 幸好旁边的人 眼疾手快拉了一把 才又回到了潜水区 一脱险 那个沙马特小黄毛 就黑着脸 朝着外婆冲了过来 臭老太婆 我特么不会游泳 我就你买那个腿的救 你想害死我是吧 刚刚是你说不让人救 现在发现是你儿子 你就要别人拿命去救 我看你是脱了裤子上吊 死不要脸的东西 我非要让你也试试 枪水的滋味不行 说了小黄毛就一副 要把外婆往水里按的架势 吓得外婆只挖乱叫 像只猴一样 又从水里窜回了岸上 看黄毛不好惹 外婆只好找别人去救救救了 她的眼在岸上扫了一圈 小的小 老的老 稍微年纪合适的 又骨瘦如柴 别说救人了 拉人一把都扎手 最终外婆又将目光 放回了李奶奶儿子的身上 志强 你会游泳啊 你快去救救我儿子吧 李奶奶的儿子 我平日都叫他王叔 若是没记错的话 上一世最后把舅舅 带到岸边的人 就是王叔 王叔很会水 又懂营救的技巧 上一世在不会游泳的舅舅 把另一个人往水里按时 也是他及时打晕舅舅 化解了危机 才将人成功带回来了岸上 可王叔现在显然也生气了 我这种废物 可不敢碰你儿子的大宝马 这一记回旋标 呛得外婆脸兜子了 外婆反应还算快 转头就逮住了一项心善的李奶奶 老姐姐 我刚是昏了头了 我给你道歉 还不行吗 求你让你志强去救救我儿子吧 你平常不是人最好了吗 李浩天也抱住了李奶奶的腿 求你们了 救救我爸爸吧 我错了 我刚刚不该推你 得知和李危在旦夕的人是舅舅 李奶奶没了刚刚的干脆 他张口询问外婆 你能保证之后不到我家生事吗 就是 不管我儿子 今天就没救到你儿子 你都不能用任何理由来找我家的麻烦 我对李奶奶忽然这么问 感到有些奇怪 可我还没来得及细想 外婆便一口答应了李奶奶的要求 还竖起了三个手指 我发誓 我之后绝对不找你家的麻烦 得到了保证 李奶奶才对着王叔说 你去试一试吧 尽力了 无论怎样 我们都问心无愧 看着王叔跳入水中 外婆又在岸上遗址气势起来 你们快点准备点毛巾什么的呀 待会儿我儿子上岸了 小心动到他 外婆显然将目前的情况想得太乐观了 经过刚刚的拖延 舅舅的车头已经完全被淹没了 目前只剩后半个车尾在水面上了 我在桥上还能透过天窗 看到舅舅的情况 谁已淹到了他的胸部的位置 之前下水的中年人也终于突破激流 成功地游到了舅舅的车边 但尴尬的是 这个人并没有带工具 本来他是先游到车边看情况 等王叔人找到了合适的工具再送来 可待他游到了回头一看 才发觉自己背后没有人了 两手空空的他 只好拍到这车窗试图唤醒车里的舅舅 可能是拍玻璃的声音 再加上水淹到胸部带来的不适 舅舅醒了 我先是看见他的被动了一下 紧接舅舅猛地从方向盘上抬起了身子 一清醒舅舅就慌张地左右扭头 像急了成龙在功夫片里 找寻逃路时的样子 发现身在水里 舅舅先朝着脸上来的两个大耳瓜子 似乎是在确认自己是否在做梦 车外的人一看到舅舅醒了 立刻扯着嗓子朝着岸上喊 人没死 你们快来啊 要不然来不及了 带上东西来 没东西砸玻璃 岸上的人更多了 似乎是有人打电话叫了村长来 在村长的安排下 岸上又下了两个人到水里 而之前下水的王叔则游得更快了些 谁一醒来发现水淹到了胸口 能不害怕呢 由于惊慌失措 舅舅连安全带都没解开 就试图移动 结果就是被勒地又弹回到了座椅上 本来有一伙车都没再移动了 我猜测可能是车轮卡在河底的石头上了 才让车稳定了下来 但舅舅这一动 整个车也动了起来 本来暂停的下沉也继续了 一解开安全带 舅舅就疯狂地扣动着车门 发现自己这边的打不开 舅舅还没意识到是为什么而打不开 又游到了另一边再次试图打开车门 看清舅舅醒来做的这几个动作 我心里又一块石头落了地 毕竟上一世为了让我父母赔钱 舅舅曾言之早早地说 自己非常懂驾车坠河该如何逃生 在我父母反驳 外婆逃生不是打开车门那么容易时 而且这时候逃生也不会对车造成其他的损害 说实话 要不是你女儿飞砸了车窗 我一定会等到车厢水满再逃 因为我根本不屑于用钻车窗那么低级的逃生方式 虽然舅舅这话说的跟脑子被闷挤了没什么区别 但这段话里也表露出一个重点 就是舅舅可能是懂该如何逃生的 但眼下看舅舅慌忙地开着车门 那就说明舅舅根本就不知道 车门是受到水压影响而打不开 那就能推理出上一世他说那些话 都是在上岸后恶补了逃生之事后才临时变的马后炮 我心里正吐槽着 舅舅又在试图用按钮调下车窗了 车辆一旦进水 车窗和天窗都会因断电而无法使用了 发现车窗也调不下后 舅舅脸上是肉眼可见的慌乱 他只得来回地拍着玻璃试图对车窗外的人说话 发现那人听不清 舅舅忽然抬头看向天窗 一直通过天窗观察舅舅的我连嘴角都没来得及下牙 就这么水灵灵地跟他对视上了 舅舅看见了我 马上将脸贴在了天窗上 他伸着手指 对着我指指点点的似乎在表达些什么 我不解 舅舅又将手握成拳头 往天窗上一砸一砸 嘴型似乎在说着石头 我瞬间了然 他都告诉我他出石头了 那我肯定不能出茧子啊 我伸出了两个步 对着舅舅摆了摆手 嘿嘿 两个步 包你死 男人真是致死是少年 都什么时候了 还要跟我玩石头剪刀布 不过 很快我就笑不出来了 王叔果然比常人要快 眨眼间他就游到了车边 手里还抓了一块不小的石头 若是让他这一石头下去 砸碎了车窗 说不定舅舅就有活路了 但作为一个回来复仇的人 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舅舅被救呢 我装作忽然理解了舅舅的意思 从桥上捡了起了块石头 就朝着河里砸了过去 当然杂偏了 没碰到车一点 还吓了王叔一跳 把他吓得差点手把石头扔到河里去 看见这一幕 舅舅在车里对着我无能狂怒 我看着他一张一合的小嘴 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 他在骂我什么了 无非是 你是猪脑子啊 还是手有毛病啊 你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扔个石头都扔不准 我会这么清楚 是因为上一世舅舅看到我杂偏后 就是这么骂我的 你记住 当有人说你手问题时 你最好就做些手真有问题的事 给他看看 我装作抱歉 又捡起好几个石头 朝着河里砸去 不过这次比上次好多了 稍微擦着点车玻璃了 但我用的力量很小 挑选的石头也小 根本没对玻璃造成任何损伤 舅舅对不起 这一块玻璃就要一万了 实在太宝贵了 我真是舍不得砸 而且玻璃的命也是命啊 但此刻还是有人想去舅舅的命 在水的起伏中 王叔一稳住身子 就拿着石头 对着唯一还露在水面的车后尾窗砸了过去 幸好的是 一个波涛过去 王叔也砸偏了 这一下 给后车厢上砸出了一个 比我上一世大三倍的坑 我不由担忧起来 若是舅舅活下来 那他敲诈的对象 很有可能会变成王叔一家 这样的话 就更不能让舅舅活下来了 接下来 我装作更加努力砸窗 甚至努力到 看出了几乎大半个身子在桥外 由于扔石头也要用力 我马上重心不稳 来回晃好几下 一副快要从桥上坠河的样子 见此 车边的两个人都顾不上车了 都喊叫着警告我 岸边的人也发出了惊呼 回去啊 快回去 回桥上 可我不能回去了 从重生那一刻 我就下定了决心 绝不能让舅舅活着离开他的车 我既然重生归来 就不是来尊重他人命运的 不看着所有仇人消失 我都对不起上天 给了我重生的机会 所以此刻 为了不让王叔救舅舅 那我就得让他去其他人了 比如说救我 在众人的惊呼声中 我从桥上坠落了 下坠时 我在车窗最后的缝隙中 看到了舅舅近乎绝望的脸 他用尽了所有在车内 能找到的东西 试图砸碎车窗 可车窗依然坚挺在哪里 我猜车窗可能是知道了 自己如此低端的逃生方式 根本配不上舅舅这么高端的人吧 在车厢内涌入的河水 吞没舅舅头部的同时 我也落入了汹涌的河水中 扑通一声水花四溅后 一路头 我便尖叫着挣扎起来 一副完全不会水的样子 喊了几嗓子后 我顺势装作枪水昏迷 手脚都不再动弹 任由身体随着河流飘走 水势之下 转眼间我就飘出了鸡米远 再看舅舅的车 也已经沉得直升车顶还在水面上了 面对两个性命攸关的营救对象 王叔和那个好心人需要做出选择了 就从难易程度上来说 一个是需要费尽功夫 还不一定能救出的人 一个是只要游过去就能救的人 该选择谁已经是显而易见了 再从本质上来说 一个是为了救人才坠合的好孩子 一个是醉酒驾车坠合的中年巨婴 你会救谁呢 结果没有出乎任何意料 王叔和好心人都朝着我的方向游了过来 我虽装作昏迷 但依旧保持警戒 观察着周围的情况 桥上我刚刚站的位置 跑来了一群村民 上一世 看到我丢石头 也有村民跑过来 想帮忙一起砸车窗 不过老年人腿脚慢 等他们跑过来时 我也将车窗砸碎 不需要他们帮忙了 如今的情况也和上一世差不多 他们依旧帮不上什么忙了 舅舅的车 只剩车顶在水面上 车顶是铁皮 他们再多人能砸车 也都于事无补了 但奇怪的是 我还是听到了石头落水的声音 紧接着就是村民的叫喊 人家他娘 车顶砸不开的 别砸了 小心再砸到河里的人了 我瞬间了然 原来是外婆在砸车 忽然桥上传来几声更大的惊呼 快拦住他 他不是在砸车 他是在砸人 我靠 你想砸死你外孙 话还没听完 我的耳边近在咫尺的地方 传来了石头落水的巨响 这声音太近了 我不敢再装婚了 赶忙睁开了眼睛 一睁眼我就瞳孔紧缩 遍体声寒 因为一块巨大的石头 正直直朝着我的脸部袭来 我以此生最快的速度游到了一边 才看看躲开了那块石头 可这猝不及防的惊吓 还是扰乱了我阵脚 害得我真的呛了水 在水里面目猙獰的咳了起来 随着肺部痛苦涌起 一起而来的还有愤恨 千算万算 我没都没算到 这老太婆竟然会丢石头砸我 见我躲开了 外婆在桥上大喊 你们看看 这死丫头根本就没婚 她都是装的 她都能躲开我扔的石头 她根本就没事 你们都别去救她了 快回去救我儿子 好些人大吼回应外婆 你个疯婆子 什么装婚啊 这还不是被你的石头给炸醒的 王叔则继续埋头朝着我的方向游 真真别怕 王叔马上来 见二人不改变方向 外婆更疯了 这次 他直接朝着王叔身上丢了一块石头 王叔游得认真 听到我们的喊叫声再去躲石 也有些晚了 石头划过了他的背部 留下了一道长长的血痕 外婆还对着王叔威胁道 你再赶往那边游一下 我今天就砸死你 不想死了 就快退回去救 这次外婆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背后冲出来的李奶奶 揪着头发扯回了桥上 我儿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你居然敢拿石头砸他 看我不删烂你的脸 叔叔你到底几张脸皮 在啪啪的巴掌声中 被暗倒在地的外婆 终于无暇在作乱了 我被王叔就回暗上后 不到五分钟 村长拍下水的那两个人也回来了 虽然他们成功带着工具 游到舅舅车边 但奈时车已完全沉入水中了 他们只能潜入水中 尝试砸碎车窗和打开车门 但水中 视线阻碍和水流的影响更大 那两个人下潜好几次 也没能成功打开车门 还险些被激流冲走 在对抗下 体力耗尽的二人 最后还是被赶来的消防员 就回到岸上了 外婆看得他们不仅无功而返 还耽误了消防员搭救舅舅 气急之下 冲到了那二人身上 就是一通抓闹 去死 去死 没用的东西 救不到人 你干嘛要下水呀 刚死李逃生 就被外婆辱骂殴打 谁能不恼火呢 一个人用蛮力 直接把外婆甩在了地上 我为什么下去 还不是你求老子去的 为了救你儿子 老子差点把命赔进去 你还敢对我动手 信不信我呼死你 外婆已经被打怕了 刚刚年近七十的李奶奶 都将她打得头发凌乱 嘴角流血 如今一看着男人也要动手 他马上就连滚带爬的 跑到了警察身后 寻求庇护 哎呀 警察们象征性的阻拦了一下 他们大部分精力 目前还集中在 如何打捞落水车上 在警察 交通管制 以及消防队的多方协作下 舅舅的车在落水半个小时后 被打捞回了岸上 一看见宝马车出水 外婆就飞扑到了宝马车上 一顿哭天枪地 好几个警察拉开了外婆 才让消防员们 得以动手打开车门 车门一开 舅舅便和河水一起涌了出来 河水顺着岸边的石头 又爬回了河里 舅舅却面朝下趴在地上 一动也不动 宛若岸边的石头 周围的村民们 看着这一幕都面色凝重 舅舅虽算不上什么好人 但一条生命的失去 总是让人动拢 亲眼看到舅舅的尸身 外婆不再挣扎了 她像是被瞬间 抽走了骨头一般 一下子就从警察手里 滑落在了地上 她嘴巴大张着 没发出一点声音 她只是呆坐在地上 双眼发直地 看着不远处的舅舅 与外婆的镜相反的是 舅舅的儿子李浩天 飞快地冲过了警戒线 一下子扑在了尸身上 爸爸 你醒醒 爸爸你别死啊 听了孙子的哭叫声 外婆又活了过来 她快步走到了 舅舅的尸身的前 一把拽住了李浩天 这不是你爸爸 你爸爸还没回来呢 不准哭 不准叫 你爸爸没死 说着外婆还把李浩天 从舅舅的身上揪了下来 回家 跟我回家 等晚上你爸爸就回来了 见此场面 匆匆赶回到 我妈上去拉住了外婆 妈 弟弟已经走了 闭上你的臭嘴 你再多说你一个字 我今天就先弄死你 说到弄死 外婆想起了我 她的头在人群中左右转动起来 王珍珍那个小舰种呢 她藏哪了 刚刚村民们都目睹了 外婆拿石头砸我 现在在听到外婆要找我 他们都不愿而同地往我身前移动 试图把我藏得更严实些 见凶狠的语气换不出来我 外婆换了个温柔的腔调 小珍珍 你躲到哪里了 出来呀 你刚刚掉河里 身上冷不冷呀 你听外婆说呀 外婆其实不是故意砸你的 可在温柔的声音 都掩盖不了一出的恶意 外婆这样叫我 让我想起了恐怖片里的鬼 他们假装成孩子亲人的时 也是用这样的语气 骗孩子出来杀掉的 等等 鬼装亲人 忽然我记上心头 有了一个让外婆 无暇再纠缠我的办法 我爸受不了外婆再这么叫我了 他拦在了外婆前面 你叫珍珍干嘛 人家开车坠河的事情 跟珍珍有关系吗 连警察都说了 是酒驾害了他 外婆却一个劲地摇着头 不是酒驾 不是酒驾害了他 就是你女儿害了他 外婆刚喊完 人群中就传来了尖叫声 珍珍珍珍 你怎么了 快来呀 珍珍爸妈 这孩子吐白沫了 医生 医生快来呀 尊敏们在我前面 让出了一条给医生通过的路 这下外婆也总算找到我了 见我躺在地上 嘴里吐着沫子 浑身不停抽搐 头还在地上扭来扭去 外婆捧腹大笑 好啊好啊 遭报应了吧 你害了自己亲舅舅 上天就该叫到雷 把你劈死才对 喊完 外婆张开双臂 拦住了要过来 查看我情况的一声 与此同时 我忽然停止了抽搐 直挺挺地躺在地上 宛若死尸般 一动也不动了 有时候竟比动更吓人 周围人又是一阵尖叫 有个村民甚至靠近我 伸出手指 要来探我的鼻息 在他把手指放到我鼻子之前 我闭着眼睛 忽然又坐了起来 这下把探鼻息的人 都吓得蹦出了三米远 我爸妈跑了过来 蹲在地上 要把我往怀里搂 真正 你别吓爸爸妈妈呀 这是怎么了 这几二连三的冲击 让村里人纷纷议论起来 这看样子像是那个了呀 这河里就是不干净 许是下去一趟 为什么给缠上了 在议论声中 我缓缓睁地开了双眼 用一种古怪的眼神 扫过了人群中的每一个人 一边看 我一边嘴巴一张一合地嘟囔着 不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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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衣服的老太婆在哪里 蓝衣服的老太婆在哪里 为了听清我在说什么 爸爸把耳朵都贴到了我脸侧 宝贝 你说再大声点 爸爸不是很能听得清啊 什么蓝衣服的老太婆 借此机会 我像刚认出爸爸是谁一样 一把抓住了爸爸的胳膊 姐夫 你要替我报仇啊 是一个蓝衣服的老太婆 害我淹死的 听我讲完 爸爸正住了 我手都能赶到 她的胳膊上 起了一层的鸡皮疙瘩 周围的人好奇地问 珍珍她爸 什么蓝衣服的老太婆 突然窜到车前面 才害她开车掉进河里了 村民们瞪大了双眼 啊 叫你姐夫 这不会是 人杰上了珍珍的身吧 有几个平常就相信神鬼的人 立马与我搭话 人杰 你再说清楚点 是在哪遇见的老太太啊 我们马上就给你去查 对对对 你还有什么话都说了吧 说完就安心地走吧 珍珍小 经不住你这么折腾 这次我不单独对着爸爸说了 我对着众人用装出的 雄浑男生大声喊道 中午一点村口大路上 一个穿蓝色上衣的老太婆 闻声 村长吩咐下属 快快快 快把下午村口的监控调出来 目睹这一切的外婆 惊讶到不知何时 已经松开了一声 你真是人杰吗 我的儿啊 你命好苦啊 什么蓝衣服老太婆呀 你告诉妈 她长什么样子 妈去杀了她去 我抱住外婆 妈 我好冷啊 河里的水好冷 妈 我等了那么久 为什么没人来救我呢 外婆把我抱得更紧了 可怜的孩子 妈给暖暖 妈也恨死了 都是这群狼心狗肺的东西 见死不救 儿子 你要是能回来 就把他们全弄死吧 他们都该死 外婆不是说说而已 她还真的抱起了 今天在河边聚集那些人的名字 王叔和李奶奶 要按他下水的好心人 等等都赫然在列 这下惹中怒了 老东西你疯了吧 明明是你自己不让我们救的 你还诅咒我们 下去救人的人被淹死呢 对 人杰 是你妈不让我们救你 你可千万别寻错愁了 听见这话 我推开了外婆 将脸对着那些村民 做出最凶狠的表情 你们胡说 我妈怎么会害我呢 转头我对着外婆说 妈 你放心 我一定会回来 找这些害死我的人的 话还没说完 我的眼神停留在了外婆上半身 等等 妈 你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 原来那件被弄脏成棕色的外衫 因为外婆跳进水里的那一通折腾 此刻又显现出了原本的蓝色 听见我这么问 外婆也疑惑地低下头 朝自己身上看去 只一眼 她马上就惊慌地抬起了头 而我却还是死死地盯着衣服 嘴里机械地问着 妈 你身上这件衣服是什么颜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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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问一次 外婆的身子就往后多到一分 随着脸上的惊恐越来越浓 外婆干枯的双唇颤抖起来 而 见外婆的喉咙里 半天只坠出来了一个耳子 我妈一脸疑惑地说 这衣服不就蓝色吗 为什么要问这么多遍呢 真正 这衣服不还是你跟我一起去给外婆挑的吗 村民们也回忆起来了 下午人家他妈是不是说自己差也被车撞到啊 众人正回忆着 村长的下属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村长 我刚刚要把监控片段发给你 结果不小心发村群里了 没法撤回了 你能不能跟大家说一声 千万别乱传啊 闻讯大家立刻都打开了手机 一点开始视频 村里每个人脸上都是一种难以言喻的震惊 监控上 舅舅开着宝马车 经过村口路段时 路中央正有一个老太太 拄着拐缓慢地走着 遇见行人舅舅没有减速 只是鸣笛示意 老太太听到喇叭声后也走到路边 让路给舅舅通行 可就在舅舅开车要经过老太太身侧时 老太太却忽然左右摇晃了几下 然后就丝滑地倒在了舅舅车前 见老太太在路上睡下了 舅舅紧急打弯躲避 但车轮胎还是朝着老太太的头冲了过去 老太太伸手矫健地在地上滚了好几圈 躲开了车 可车却因转向过渡 老太太已经对车失控了 在路上S型行驶了一段距离后 最终冲下了河堤 而外婆则在滚了几圈后 又站了起来 还追了车一段路 发现追不上后 外婆骂骂咧咧地转身捡起了拐杖 接下来的事情 在场的村民就都知道了 视频看完 每个人的神情都变得极其复杂 唏嘘 诧异 愤怒 可惜等表情 在这一刻会激起了 村长面对着婆 嘴里一个挨字 接了一个挨字往外蹦 哎 哎 你怎么 哎 所有人都好像不知道说什么了 但村群里不在场的人们 倒是对着视频讨论起来了 这碰瓷视频 怎么这么像我们村口啊 不会是咱村的郭老太 又开始碰瓷了吧 这宝马车主就上来了吗 人没事吧 从村群的聊天记录中 我才知道了 为什么李奶奶会多问那一句话来 原来这都是因为 我外婆是一位碰瓷高手 雪天路滑摔倒 谁扶她起来 每个五千块别想走 夏天中暑晕倒 谁给她一瓶货香挣汽水 就得再赔她三千块 喝坏肚子的医药费 不过据村群里说 这些对于外婆来说 都算小打小闹了 以前外婆都是碰瓷好车 车前一倒 将车逼停 在上阵母子兵 也就是让我的舅舅 带着社会上的兄弟出来说 亲眼看到车撞了人 他们说那几年仅靠碰瓷 舅舅挣了就有二十几万 这也解开了我另一个疑问 怪不得舅舅上 一时那么会碰瓷呢 原来他和外婆 之前已经配合过那么多次了 至于我会为何一点都不知道 是因为自我记事起 舅舅和外婆就被迫停止碰瓷了 第一是因为 他们在附近频繁下手 导致周边交通事故增多 引起了警察的注意 被拘留警告了 第二则是常在河边走 那有不失邪的 天天假装被车撞 有一天外婆就真被撞了 那辆车没看见车前的外婆 开着车从外婆脚上压过去了 得亏是外婆反应快 才只压断了脚 要不然有可能命将也搭进去了 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 舅舅和外婆才被迫转了行 外婆断脚那次之后 我妈也才知道了 外婆究竟在做什么 为了让外婆不再做下去 妈出钱给外婆 找最好的医生制了脚伤 还从那以后 每月给外婆转六千的生活费 所以此刻反应最大的也是我妈 她趴跪在外婆面前 眼泪像玉珠一样 大滴大滴地从眼角滚落 妈 你不是答应我 不会再这样做了吗 我每个月都给你准时转钱了呀 你为什么又要这样做呀 我也好奇 为什么外婆会忽然重操就业了 但我并不能问 我隐约地觉着 这个事情可能跟舅舅有关 村民们也忍不住张口 郭大娘 你女儿这么孝顺 你平常更是吃喝不愁的 你干嘛要这样做呀 你要是缺钱有事了 你跟村里人说也行啊 大家理理间都能帮你一把 你何必要这样呢 在不停地追问下 外婆伸出手臂 拉住了母亲的手 轻轻地开口说 闺女 你弟弟说她想买辆新车 听到这个答案的我心底一颤 这难道就是真正的罐子如沙子吗 为了给儿子买车 所以碰瓷阴差阳错地害了自己的儿子 听到这个答案 我妈哭得更淒厉了 妈 你糊涂啊 见我妈一直哭 外婆不耐地站了起来 你哭什么哭啊 你弟弟要买车 你光哭是什么意思啊 你现在是翅膀硬了 跟你弟弟杠上了 每个月就打刚好够生活的钱回来 你有没有想过 你弟弟他是个男人啊 他开那破火车子 面子上怎么过得去呀 外婆不顾我妈脸上露出的迷茫神情 自顾自地说着 就因为你不出钱给你弟弟买车 他都闹情绪了 到这个点了 还没回家来 说着外婆 还朝着村口的地方望了望 望的过程中 外婆像才发现没关的人一样 见人这么多 外婆转过头来 拉着我母亲说 快起来 别在这里哭了 家丑不可外养 你在这里哭 大家看着丢的是你弟弟的脸 看到外婆言辞疯癫 我妈哭得几乎要昏死过去 我爸赶忙上去抱住了他 外婆则一转头 嘴里又叫起了李浩天 乖孙 别玩了 跟奶奶回家吃饭了 等你爸回来 见你不吃饭在外面玩 又要骂你了 村民们默默给外婆 让出了一条道 虽然外婆几乎坏事做尽 但他今天因此作孽 而痛失了亲子 村里人倒没法子 再评判些什么了 好像可怜 但可恨也是真的 所以他们都默契地保持了沉默 什么也不说了 可孩子的反应 往往是最单纯的 恨就是恨 爱就是爱 李浩天拒绝了外婆的触碰 别碰我 你害了爸爸 我不要你了 你是一个坏奶奶 外婆却不什么也不管 擒住了李浩天的胳膊 就往家的方向走 李浩天如今八九岁 个头也不算小了 他稍作折腾 便震开了外婆 坏人 你别碰我 你是一个杀人犯 你把爸爸还给我 李浩天正拖后 举起拳头 就一下下砸在了外婆身上 外婆被捶的一下下往后推 但他却一下也不躲 只是地盯着自己 空荡荡的掌心出神 好伴上他嘴里才掉出了句 没了 什么都没了 说完这句话 外婆转身就朝着村口走去 见势头不对 我爸妈上去拦住了外婆 可拦得了一日 拦不了千日 外婆最后还是走了 之后在舅舅的丧礼上 人多一时没看住 外婆又不见了 爸妈在村里找了一圈 最终是警察打电话通知我们 外婆在附近公路上被车撞了 送到医院就这无效身亡了 横死不能停尸太久 所以外婆在车祸第二天 就得下葬了 这也导致了修复时间 不足以将外婆的尸身复原 最终外婆是在半压缩的形态下的葬 两场葬礼上收的礼金 爸妈都可以给那位撞到外婆的司机 做精神损失费了 也是在外婆的葬礼上 舅舅的儿子李浩天 则被她的亲生母亲带走了 那位女士当年阴家暴跟舅舅离了婚 想要孩子抚养权 却被舅舅和外婆威胁 连平日来趟孩子都不敢 如今外婆和舅舅都走了 她也总算能再见到自己的孩子 在她的教导下 一年后 李浩天完全变了一个样子 再也不似在外婆身边时 那般野蛮无礼了 对了 也不能叫李浩天了 她改名跟了母姓改叫陈新生了 外婆捧在手里的香火金孙 从此之后算是彻底跟她没关系了 不过外婆和舅舅去世 还是留下了一些遗产的 农村老宅一栋和现金五万元 我父母本想将钱给陈新生以后上学用 但新生的母亲不想要这些敲诈的钱 也不想跟舅舅一家再有任何瓜葛 虽然舅舅也欠我爸妈的钱 但父母还是将那些现金捐给了慈善机构 至于那栋农村老宅 我妈打算卖掉 因为以前在哪里跟舅舅和外婆一起生活时 她没有留下一丝快乐的记忆 只记得在屋子里每个角落里 自己都好像挨过打 所以我妈一建得到宅子 就只有心烦 可我妈还没来及卖掉那栋宅子 令人惊讶的事情便发生了 村子部分地区被纳入了规划 要进行拆迁 而外婆留下的那栋老宅 就刚刚好在其中 据可靠消息说 拆迁下来的补偿款绝不会低于二百万 要知道 外婆拿命陪着舅舅碰瓷那么多次 这二百万不够她们花一辈子 说白了就是报应 她俩为了钱坏事做尽 但凡一个有点善念 都不至于死 这下那套老宅子 终于给我妈制造了一些快乐的记忆了 二百万多万的赔偿款 爸妈又添了些钱 给我们家换了套新的大平层 房子南北通透 地理位置优越 旁边就是公园 我爸妈每晚都会去旁边的公园遛狗散步 我就有点痛苦了 这小区旁边是本事最好初衷 我的学历压力大了 可不是一星半点 不过书该读还是得读 毕竟书读的太少的话 就有可能像舅舅一样 连灾难来临时该怎么逃都不知道 所以说 读书真的可以改变命运 明天 我一定要把书读烂 今晚就先玩啦 全文完感谢观看